在以色列西北角最远的地方 有一个令人惊叹的地址遗址 称为Rouche Haniqura 数千年来地中海的海浪在白色的白鹅悬崖上 磕下了一个个深深且不寻常的洞穴 在阳光的照射下 深邃而美丽的蓝色和绿松石色在水中舞动 反射到约200公尺的岩石内部 2022年11月 我们参观了这些海岸石窟 乘坐据称是世界上最陡坡度60度的缆车 从到达的那一刻起 就令人印象深刻 在古代 它是连接黎巴嫩和叙利亚北部文明 与以色列、埃及和北非南部文明的贸易路线 西元333年 亚利三大大地 经此地区进入以色列 1948年 英国撤军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他们利用Rush Haniqura 入侵黎巴嫩 并运送从埃及来的物质 在独立战争期间 以色列炸毁了石库内的铁路桥 以防止黎巴嫩入侵 你可以看到铁路遗迹 并观看电影 以了解更多关于这个地方的历史 尽管距离以色列长期敌对的北方邻国 仅几公尺之遥 但它还是一个深受游客欢迎的旅游圣地 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地方 就是属于以色列跟黎巴嫩的边界 这个海域 那在古代呢 这个就是属于亚瑟支派 他所分到的领土 包括那个海 从这里 我们可以说一直到盖沙利亚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他们挖到的石油的那个工程 现在以色列的海军呢 是24小时在看护着看守着 这是对他们来讲 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资产 2023年底开始 由于与加萨哈马斯 及其盟友的战争 该地点全面关闭 周边五公里范围内 除军事人员外 军已被疏散 因为总部位于黎巴嫩的恐怖组织 真阻挡 频繁地发射火箭弹 我们的朋友哈拿 带我们尽可能地靠近 就在Rush Hanikra大门外 所以在马斯维也在里面 他们在外面 I would say the army personnel You see these were all industries And this was a famous bakery It's all closed down It's all evacuated now This is the end of Israel This is the end We cannot go past here Alright It's so quiet 4 miles away Think of something 4 miles from your house Not very far No 尽管媒体的大部分焦点 都集中在南部加萨 与哈马斯的战争上 但北部战线的威胁 已经笼罩在以色列上空 火箭飞越边境的频率 越来越多 专家表示 伊朗支持的真主党 可能比以色列南部的敌人 拥有更多的资源 人力 精确的火力 和更深远的隧道 越来越南部加萨 dramat 当我们开车离开时 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 以色列前面的道路 看起来艰难且未知 一想到这一切 要付的最终代价 就令人难以承受 这次的仿行 我们注意到 就像海浪拍打悬崖一样 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 正在慢慢侵蚀 我们在10月7日的恐怖事件之后 最初在这个国家看到的合一团结 因此 我们所能做的 就是为这个国家 以色列祷告 与他们站在一起 呼求神 在以赛亚书54章中 给他指名的应许 大山可以挪开 小山可以迁移 但我的慈爱 必不离开你 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 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 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 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 你必因公义而监力 必远离气压 不知害怕 你必远离惊吓 惊吓必不临近你 这是神赐给他们的土地 这些经文就是他们的未来 他们作为神圣约子民的命运 已经确定 这就是应许 如果他们与神同行 即使在死印的幽谷中 神也与他们同在 与忠于他话语的那一位在一起 不是因为他们或我们任何人配得的 而是因为他的圣明的缘故 万君子耶和华说 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我的灵 方能称事 胜利不会倚靠他们的国际盟友 或他们自己的智慧 武器数量和先进科技的技能 唯有单单倚靠主 倚靠圣灵 才能得能力 他才会因此得荣耀 让我们为这个边界祈祷 愿不打顿 不睡觉的以色列的神 看顾这片边界和他的子民 从现在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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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